甜甜又甜甜 非常好吃 不管吃冷 吃的 都很讚喔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Frank的一國餐桌 我是Frank 今天為大家帶來到日本的家常料理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武將 叫做 反甜精品 那他以前吃完這個精品牛棒之後 就會變得非常有力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演變出精品料理 首先先教大家如何挑選這個好吃的竹筍 記得挑選的竹筍只有三個字 白 肥 彎 再來就是地頭的部分不要有力 這一隻 首先它的顏色比較沒那麼白 肥胖程度也比較沒那麼胖 再對它彎的角度也沒那麼好 重點是它已經出土了 所以它的地頭它會有點綠綠的 所以這個吃起來它會帶有苦味 今天會教大家如何去除一下我們竹筍的苦味 首先我們就先把竹筍洗乾淨之後 放到電鍋裡面去蒸一個小時 沒有電鍋也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用水煮的 那我們可以在水裡面加上一點點我們的一些米 讓它去煮一個小時 現在竹筍已經蒸完一個小時了 等到它放冷之後現在開始要做切割 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竹筍上面輕輕的畫一刀 這個時候用手稍微把它剝開來就可以了 所以底部的地方它會比較有點纖維化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稍微拿刀子先輕輕的切一下 再把這個邊邊比較老的地方讓一邊修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把竹筍對半切 切成大概0.5公分的一個厚度 我們要煎這個竹筍 首先鍋子裡面放些油下去 將我們今天切好的竹筍放下去 好現在煎到差不多了 我們就做一個翻面了 我們待會要煎到兩面呈現金黃色 現在竹筍兩面都煎到金黃色了 開始加上調味料 精品料理 它裡面會有一些 糖 味醂 然後醬油 再來我們把水加下去 蓋上鍋蓋 濃縮一下就可以了 好現在 好 把鍋蓋打開來 哇 看一下有沒有 這個竹筍就變成金黃色了有沒有 炸上七味粉 就完成了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Frank的畢國教室 是 不 Moderator 好 謝謝 我們先來 幫我們 幫我們 幫你 幫我們 我們 幫你 幫我們 幫我們